按照原本的计划,在兰州出差的湖北省校赶居民郭平安会在除夕前一天回家,和家人一起过年。 然而,一道封城令,航班被取消了,他成为了滞留在兰州的外乡人。 疫情下,当地政府与三大手机运营商建立大数据实施监测,可以较为准确地统计分析重点区域人员流动,并将数据及时反馈给辖区。 兰州市七里河敦煌路街道通过大数据监测,掌握到外省流入七里河辖区的湖北及郭平安,并及时取得联系。 日前,郭平安在自己的住所向记者介绍,听到当地街道社区的声音,心里一下有了底,毕竟自己是湖北人,很怕住不了酒店,露宿街头。 我们是要工作的人们,都去存放假,都去南州来找人,走的时候,武汉已经封了城,都回出不了,都把票贴,都来找位置置。 因为人到外面,肯定经济两百多块钱一天的酒店,到摩尔道哲市的那边,酒店才把这些调下来。 郭先生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。 随后呢,我们接到这个情况呀,就为郭先生也提供了一点点的,就是方便面呀,牛奶呀,八宝粥呀,等一些素食品。 然后在入住费这块呢,我们也跟酒店呢,积极的沟通,让他们在这个住宿费上这块呢,给郭先生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和优惠。 从起初的256呢,到减到最后的120块钱。 在社区的帮助下,郭平安入住在了七里河区一家宾馆。 社区人员提供了一些食品和水果,整层楼也只安排了郭平安一人入住。 由于他每个月还需要还房贷,数十天过去,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。 社区知道情况后,被他安排协调了一家辖区内某单位员工宿舍,让他免费住了下来。 目前,兰州市七里河区滞留的武汉籍人员,且当地无亲无故的只有郭平安一人,但是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他乡人给予的温暖。 郭平安3月24日与记者通电话表示,随着湖北武汉情况越来越好,他开始随时准备回家。 家人也及时和他联系沟通回家信息及方式,他相信疫情也会马上结束。